這支手錶是... 前面我今天帶有幾支 就是現在我們剛剛看到的 Datonna 只是說它現在是比較 近代一款的Datonna 對 不是那種 像剛才看到那個 Paul Newman的那種 比較經典的那個 大概那個是古董錶 而且... 都是Datonna 對 都是Datonna 我今天帶了三支 對 我今天帶了三支Datonna 三支來 這三支都是Datonna 好 這支 這支是我們最基本的 不鏽鋼錶款這支 其實是我最喜歡的一支Datonna 因為它很多錶錶 都常看到我帶這一款 這個116520的這一支Datonna 那個不鏽鋼錶款 對 這支雖然價錢當初 在十幾...二十年前的時候 才賣十八... 定價十八萬二十萬而已 現在我們在錶店 就去問的時候 現在的Datonna 已經到了五十萬 所以三倍以上 對... 十幾年漲三倍啊 是 沒有錯 所以說那種... 如果說我們勞力士來講的話 我們以收藏的一個眼光來看的話 我是建議說 我們盡量都是去找這種 大概是不鏽鋼的錶款 像我們這個寶龍... 那個寶龍靈萬這個錶款 它也是不鏽鋼的 反而是那種貴金屬的 在後世的 因為可能就是沒有那麼經典 或是大家喜歡收藏 不鏽鋼的比較保持 都是以不鏽鋼的 像我們看了這三支Datonna 這三支Datonna 這支是白金款的 好 那這一支 這一支現在是我們現在 市面上最夯的PP 菁英系列的海底探險家 對 然後這兩... 這款都是... 這兩款都是 然後我們暱稱它叫做鋼王 就是不鏽鋼的手錶之王 不鏽鋼的手錶之王